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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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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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在波羅的考 李宗盛 李宗盛 isha 楽 很悶了一點 相對來說你去哪個地方比較長一點 沒有哪幾個人覺得好像是深刻的 剛剛說的那些國家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男人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有什麼國家不是這樣 去到歐洲是否已經開始沒什麼人去性騷擾你 也沒有的 但是俄羅斯也有 俄羅斯也有 因為波羅的海逗留時間不長 只有一個星期而已 所以就少一點 但是俄羅斯也有 連續一個星期都有 不過俄羅斯我們之前也說過 你自己也覺得好像沒什麼好說 這次我們跳一跳其他國家 去第二個地區 就是去南非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去了南非 為什麼跳得這麼遠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其實卡卡去長旅程之前 其實就是畢業的 用獎學金去 是嗎 兩個旅程都用獎學金去 是嗎 原來你是高財新 政府有錢 南非就是學校 有一個叫做Reaching Out 那些計劃 然後你會寫Proposal 就是要寫你去旅行的Proposal 那個行程是怎樣的 那個Proposal 然後那個旅行 一定要加一些服務計劃 或者是交易 通常那些人 夠錢都不少 一萬元 通常那些人都會選去韓國 日本交易 如果是服務那些 就可能最遠 可能是斯里蘭卡 菲律賓 那我想一萬元 都不少 一來不如去遠一點 然後我弄了一個南非 然後我寫南非的Proposal 其實是去年年底寫的 然後交給校務處 工作人員都手震 同學你很危險的 一個女生去 你要打針的 不不不不不 這個正確 其實我們為何會對南非有這樣的印象 主要是因為我們對李若熱 不是 那個是巴西來的 那個是巴西來的 Johannesburg 對 約翰 約翰奈斯堡 約翰奈斯堡的印象很差 有點像 因為約翰奈斯堡前年是世界盃 是嗎 是呀是呀 歐運 世界盃 不是歐運 神經病 又搞錯了 什麼世界盃 今天天氣太熱 是呀 有些事 他就離了這麼遲 很多人去到奧運村 都已經被人爆竊 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國家這個地方 主要就是這個首都 都國名超章 甚至乎有很多旅客 去到當地行逛 如果你帶些單鏡機 帶些貴的相機 在街上走來走去 都很危險 這個是真的 所以既然是這樣 其他大城市 是不是很嚴重 因為開普敦 就是卡普敦 都是一個大城市 人都應該是一樣的 你首都已經是 治安治理這麼嚴重 何況其他周邊城市 卡普敦也是大城市 甚至乎我以前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Safe House Safe House 就是說一個 有個人被人綁在開普敦 但是我看一部電影 那些街景我看到是很自然的 我不覺得是很嚴重 我不覺得是特別的 至少我看白人是不少 其實是不少 是不少 我去到只有白人沒有客人 我很害怕自己去坐另一個國家 我當時飛去卡普敦 我是在杜拜轉機的 加起來坐了19小時 然後連等機23小時 這麼遠的 然後轉機 然後我來到 杜拜轉過去也要19小時嗎 不是 杜拜轉過去9小時 真的很遠 其實有直行的但貴 直行多少錢 直行多少錢 8千元來回 我加入Emirace Emirace的杜拜轉機6千元 最便宜 但很帥 其實也不算貴 6千元這樣飛過去 是啊 Emirace還要一天 不是一天 對不起 即是你那個機程有四五餐 是啊 然後很棒 吃肥了 是啊 Emirace的東西不錯 是啊 那機場也很厲害 機場也很高 那機場也很高 那機場也很高 很大 然後下飛機 去到開普頓的機場 為什麼全部白人 我聽聞他們南非其實有很多白人 其實是不是荷蘭人 有荷蘭 很害怕 有荷蘭 好像他們那時有份去開發 植民 對 不出奇一點也不出奇 有很多白人 還有很高大的白人 高不高大 我沒有留意 我對白人其實不太大興趣 喜歡中下中東 但是他們那個語言叫做Evacan Evacan是德士近親的語言 即是白人都是說Evacan 白人黑人都說Evacan 譬如說多謝 德士是說Donkey Donkeyam 其實同時南非的Avacan 是叫做Donkey 其實他都是這樣轉過去 由Donch那裏 然後我的南非朋友 但是南非的Dutch 就是Avacan 是混合土著話 所以很搞笑 其中一個語言很搞笑 叫做Saa 語言叫做Saa 那麼奇怪 Gosa 叫做Kicking language 當時的英國佬去證文的時候 他們的語言是全部的音只有三個音 是 其實聽不聽到的老音 聽不聽到分別 聽到 聽到 再試一次 一問 Jib Jack 一個字就是向前 一個就是向右邊 一個就是用舌頭頂 這麼搞笑 我叫Kaka Kaka Kaka 這樣 他們這樣證明你的名字 有些叫做Gosa的族人 這樣證明過的名字 然後他們有首Gosa歌 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Gosa XHO SA 很像 很特別 懂不懂唱嗎 不懂 那些英國人就說他們是Kicking Annicity 種族叫做Tata Tata族 什麼都說話 Tata 那也很難發音 你說什麼都要漏條理 只有三個音 但我不知道他怎樣變成一個字 不是 其實在iPhone來說 因為你自己也是用iPhone去做Translate 即時也是這樣做 有沒有選擇 好像沒有文字 沒有的 沒有文字 這個Gosa沒有文字 沒有的 好像摩斯密碼一樣 但你 是完全不成功的 但這個Gosa 是第三大語言 是 在Sara Africa 即是南非 然後我當時的Coud Serving Host 他在學這種語言 一個白人在學Gosa 原本是土著話 你想想想一個黑人在圍著火 然後GosaGosa 一個白人學的感覺 很奇怪 很有趣 這麼搞的 其實那邊也很常說這個語言 對 那些康奸通常是Gosa 哦 然後每天說Hello Good Morning 我聽不懂的 但他好像在唱歌 我真的在唱歌 我真的在唱歌 對 對 樓下的康奸 很好笑 然後回到機場 然後有很多白人 我說自己去錯國家 糟了 我不是去錯國家 整條隊 我想等開關 其實很慢 我等了兩小時才能過關 什麼事 條隊很長 還有Emeret大機 我當時坐空中巴士 A380 最厲害的機 那些人在場有五六百人 但證明了一件事 很多人去這個地方 是熱門的旅遊地 歐洲人和美國人很多 大家都在杜拜轉機過去多 澳洲人也很多 澳洲跟南非很遠 等於香港人在南非很多 南美很多 南美洲 秘魯、玻璃華 很多香港人 都很遠 澳洲人也很多 很多人來Kape Town 但有些澳洲朋友說 Kape Town就像另一個澳洲 因為全部都是澳洲人 都是澳洲人 有些土住 可能有些歌手 你說那邊白人多 Kape Town多 因為你也是在Kape Town 但你全程的在南非 是不是都只是在Kape Town 我覺得兩個星期都不夠 Kape Town兩個星期都不夠 我還只是去了東的Kape Town 沒有去西的Kape Town 很大的Kape Town 我想有廣東省那麼大 這個城市 如果廣東省那麼大 這個區 整個國家那麼大 都很大 因為你廣東省也有6千萬人 你說去Kape Town 其實你這次去做 那你怎樣提出你的學校 你那個行程是如何 是怎樣推銷的 我都想知道 我是找一間國際的義工組織 叫IVHQ 很出名的 出名收好貴的 但他出名收好貴之餘 他有什麼特別呢 沒有我看他純粹 他在這麼多間這麼貴的 Volunteer Association裡面 最便宜的 就是那些普通行程 一個計程 一個星期行程 五六千元 那些貴的國際組織 這間一個星期 我選滑浪的 就500美金 是三千多元 滑浪是什麼意思 我的義工計劃是滑浪 做滑浪 義工是做滑浪 幫人滑浪 你說義工 但你滑浪 滑浪義工 叫做surfing 是不是商業機構 其實很搞笑 那些人問我 你做義工 我媽問我 你做義工為何要付錢人 你應該付錢回來 那些都是 很難解釋 我猜 不是 但你這次說 其實是學校subsidize 有一萬元 那一萬元是自己用的 但我告訴他 我去這個國家 然後加入了一個國際組織 因為我選擇大的國際組織 最主要是有得認可 學校會比較容易 而且每個同學選私人 我一定可以 你就是完全是特別的 所以對於學校來說 你的吸引力很大 連工作人員都認得我 一天這麼多學生 他們都認得我去 你是不是去南非那個 我畢業禮的時候 前兩個星期 你不是去南非那個 可能這麼多屆以來 只有你才這樣做 所以真的很認得 很搞笑 但你回來後 都要寫什麼 那些計劃 寫開blog 濕濕碎 你在飛的時候 你也知道 Emerick 剛剛飛回去 要大概23個小時 23個小時 就寫完 厲害 你說Surfing 其實是一個 但你是不是商業機構 例如說 它是Volanteer Association 是Volanteer Association 那裡面是做什麼 其實有很多種的義工計劃 例如有幼兒托管 我看到有些義工 抽著黑人BB喝奶奶 喝奶粉的奶奶 不是義工 不是請食人奶奶 是 我的義工朋友很年輕 是否年輕都 沒事了 算了 你有沒有試過胃奶 幸好我做Surfing Surfing是怎樣 我不是很明白 好 稍後再說 講完其他計劃 好 好 有其他計劃 例如做體育 教人踢球 有些教踢球 教玩的 Cricket 那些板球 板球 然後有教英文 大多數去這個地方做義工的人 來自美國 或者歐洲 英國 好像有一個 尼德蘭 真的好像有一個荷蘭 等等 有些是澳洲人 有些是加拿大人 我當時那個城市 叫做Mussambur 我在Mussambur 是一個海灘的城市 很漂亮 那裡有很多紅橙黃色青藍紙的屋 哦 你其中一張影畢業照 那是我第一張畢業照 Mussambur 在這個 你如果看地圖 看開寶敦 其實是整個南非的西南面 西南面 如果你看開寶敦 Captain 它好像剁木鳥 嘴巴一樣 刁下去 刁下去之前 口的位置就是Mussambur Mussambur 其實是完全覆蓋整個海岸線 比較直的海岸線 有些什麼呢 你見到一些 我想是不是resort 其實都是主要resort 也是的 住平房 那些人也是 在沙灘旁邊 可以租用滑浪板 所以我去了滑浪 最出名的是滑浪 和鯊魚滑浪 你的工作就是和鯊魚滑浪 所以是商業機構 它是以工計劃去包裝 有給你一個生活體驗 我住在那裏 價錢我付500元 還包括register的費用 register的費用 都要200元 幸好是scholarship 那裏總共要700元美金 但是因為我做surfing的 才要這麼貴 有些人做幼兒學館 那些美金是200元 去到那裏就有一間 保養屋包吃包住 有廚房 廚房有了水果 就自己住 然後睡覺就和別人睡屋架 那裏的房間有6個人 全部是女人 包吃包住 對 包吃包住 做5晚3餐 做了派對 那就不用怎樣花費 還有派對 但是我花了700元 即是5000多元港幣 差不多了 一個星期 做surfing 一個星期花700元 對 好 一天花100元也不少 對 是貴的 好的 我想說一下你那個proposal 你怎樣銷售給學校看 其實你這個proposal是有意義的 好了 我要說一下我為什麼surfing一個義工 這個時候 我想你說做這些事情 其實你本身對這個機構 有沒有認識 我一定有做好功夫的 一定會 但你怎樣包裝到這個普通的 This is the powerful one of the powerful volunteer association in the world 就是powerful 就是很出名 什麼好聰明 其實這間機構你可以搜尋ivhq 它的官網是有很多個國家的 destination 我想有二十幾三十個 全部都是developing country 那次其實我想選狠 但因為我懶 無國介義工 不是沒有用 iv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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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nteer 是 volunteer ok 然後 我忘記自己說了哪 international 這個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你正在形容這個 hq 然後 我本身想去狠 其實是網絡之一 網絡之一 網絡之一 是整個ivhq的大網絡之一 其中一個destination South Africa 它有很多個 南美有很多個 有很多個 有印度 所以如果大家 在讀大學 就可以去申請 Reaching out 然後 就去選這間association 然後 我想去選狠拿 那張proposal 其實同時間有沒有給ivhq 要啊 要給啊 所以我就叫你去他官網 他有了介紹那個 那個 那個 國家的 即是有了介紹那個 program的 那些 資訊 是 ivhq 是 ok ivhq 我們現在正在看 真的 官網就有了那些 應該整個 所以 所以其實 其實 其實 是 是 是 然後 有 巴黎 還有 阿根廷 是 是 是 我選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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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浪 我們看到這個 很吸引 是 然後 他就 展示給你聽 馬上跟你同步 哈哈 然後他會展示給你聽 我們的 schedule 是 7點鐘 orientation 其實你是 study 所有國家 如果 你這樣說的話 就是 你在這個 網上 可以找到一些 template 讓你去做 proposal 的內容 我直接 copy 哈哈 哈哈 還在讀書的 學生 還可以 有權 拿到 scholarship的 學生 真的 記得 ivhq Serve Outreach Project 一星期三百二十 我選擇二星期五百四十 但你是要付錢 這個ivhq 是啊 我當時去到 我都問美國 為何我們要付錢 做義工 是啊 他們都不知道 然後我問 我想知道 因為其實這個proposal 你交給學校的時候 學校會挑戰 沒有 其實是正常的 現在西方的義工 是要收錢的 義工計劃 因為是家長給錢 小朋友去做一些體驗 或者是訓練program 所以美國人很喜歡 家長很喜歡 推小朋友出去 但你們不是做了一個 廉價勞工 因為其實 你又幫人照顧小孩 又幫人餵奶 你除了幫人照顧小孩 做這些事外 做些甚麼 所以小小聲告訴你 我經常哄婆 其實真的沒有 我現在看進去 他又不用你要求 是一個很專業的服務員 是 即是裏面 我要介紹一下 我要做些甚麼 其實我這個服務員 是做些甚麼 首先我之前是不懂服務員 他聲稱早上可以教我服務員 去到他真的有個很專業的推特 去教我服務員 我連同其他義工 大概有五個一起參加這個 因為當時很冷 我當時去五月 南非是大概15度 15度下水 然後去 早上學完 下午聲稱教小朋友 他網上教小朋友滑浪 誰知其實小朋友本身都懂 即是小朋友教你滑浪 第一天又愚蠢 走去下水跟他們一起玩 誰知我是看著他們玩 所以第二天醒水 去沙灘 你是不是叫他們教你 沒有 我陪他們游泳 有些女生不敢服務員 有些男的小朋友不斷滑浪 滑浪很厲害 是黑人為主 是黑的小朋友 有些混合的小朋友 黑白混合的 我看到他還寫明 這批小朋友是來自 酷的背景 我背得出來那句 酷的背景 有些是破碎家庭 有些犯罪 或者他們受罪 我覺得這個IVHK 我不知道 如果有人可以解釋 其實是否一盤生意 我都發覺這個義工計劃 是一盤生意 我覺得有得做 是嗎 是嗎 可以申請 又不用打針 去南非不用打針 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不去肯 因為肯是打針 我懶 那時候考試 因為五月 所以我沒有空去打針 我選了南非 各自了 但是除了肯和南非 你也不會想想其他 我看他差不多世界各地都有 包括南美那些國家 Colombia 南美也太遠了 因為你要去美國轉機 我又不想去美國 最主要是懶 又想去遠一點 南非是最好選擇 再說一次 或者我們細數一次 給網友聽到究竟有多少個國家 阿根廷 阿根廷 巴里 巴西 柬埔寨 大陸都有 是哥斯達尼加 蘇斯達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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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也很多 香港人去南美可以嗎 我前幾年認識的人去阿瓜多爾 去亞馬遜森林道做義工 我好想啊 好像也是拿我這個 他不限你原本 可能你的機票很貴 如果你可以申請一個協助 可能你的協助是一萬元 但你用盡一萬元之後 你自己貼 有些同學想去台灣 其他幾千元自己貸 我心想當然要去遠一點 很傻居 當然要去遠一點 但可能他們就是沒有一個探望 真的很傻 有去肯亞 魯窩 馬達加斯加 墨西哥 尼泊爾 摩洛哥 北歐有沒有 沒有啊 不是有錢 但歐洲有葡萄牙 有尼瑪 尼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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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秘魯 Vertoria IV 是法屬的島 我忘記了 但他收多少錢 每個國家不同 譬如我們按這個 坦桑尼亞 坦桑尼亞看動物大迁律 真棒啊 真的有些人特意去做義工 看動物大迁律 一個星期275元 也不算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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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多元一個星期 這樣就包吃包住 而且你認識到很多人 因為我住在那個城市 有沒有限稅數 沒有啊 沒有限稅數 即是我們三十多歲都可以 沒問題 即是我們自己搞定機票就可以了 對 而且你要付免費 有些人做一兩年 那些人 有沒有限制你說一天要做幾個小時 所以我不是貪圖 即是沒有限制 但你有什麼 應該有留意的 沒有的 我最後做了一個星期 我剛才說早上學滑浪 下午就去教小朋友 但後來我發現我不用教 我坐在沙灘跟別人吹雪 我發覺我的責任就是 小朋友上了水 我就拿一件浴巾給她 即是你做保姆 對 有些人很冷 15度 然後我抱著她 其實我覺得她想抽我水 是不是她是男生 因為後來我覺得她不冷 即是她是男生 有兩個 一個胖的 一個瘦的 抱歉 流口水 這女兒看著我流口水 立即流口水 一個鼻一個水 哈哈哈哈 然後是很有趣的 是 即是十歲的那些年輕人 即是十歲的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是由七歲到十五歲的 我通常就不理會那些十五歲的 我喜歡那些很小朋友 即是十歲的那些很有趣 又剛剛好不是很頑皮 又不是很像青春人那樣反叛 但那些年輕人會覺得這個姐姐很棒 不是的 旁邊的美國杯又大波又大 但我最不同 因為我是整個保護家裡唯一一個亞洲人 真的唯一一個亞洲人 即是連中國人台灣人日本人都沒有 即是那些寶寶就是喜歡姐姐泡泡 我想那些寶寶就是想抽我水 哈哈哈哈 我太差勁了 對不起 大家可以不用理會我 我應該十歲 她的樣子很慘 她說她很肚痛 但我真的抱過她的牽力 但沒有事可以親下去 會不會像那些殺人犯的小朋友 沒有吧 我想她這些只是要注意的 對 然後我覺得她很有趣 對 我說殺人犯那套戲的小朋友 那是怎樣的 那個什麼 我開始想念你老婆的那個年輕人 什麼來的 沒看 哎呀 啊啊 是不是 你記得嗎 我不知道是否那套 好恐怖 好 OK 稍後回來我們說多些 開店多些 我們還未說 還未開始 但我覺得也重要 你是不限年齡的 即是你 你工作假假假也有限年齡 反而這個沒有 即是你四五十歲都可以去玩 對 還有你去的過程你可以籌錢 他有個網給你籌錢 是 即是像go fund那些 即是你支持我 那你去吧 當然gap ear就去 是不是也要分成 什麼分成 即是也要跟他對分對賊 我不知道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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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